美国最高法院推翻暴力电丸限制 日渐写新的电动玩具是很多小朋友的最爱 可是有很多人担心这些电丸对他们幼小心灵的影响 美国加州法律本来禁止商家贩售取新电丸给18岁以下的孩童 可是最高法院日前决定推翻这条法律 这项决议由大法官斯嘉丽雅代表发布 他说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 并补充说美国没有禁止孩童观看暴力内容的传统 不过美国政府还是会继续禁止孩童接触跟信有关的内容 我们有向推特哦 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